第十八章 供养阿罗汉 一天,一个年轻的居士带着他的两个朋友前去看望海贤老和尚 当时老人家正在寺院的前院挖一个很大的树根 地上已经被他掏了很深的一个大坑 只见他站在坑里,满身满脸都是泥土 三人见了面,就赶紧给老和尚顶礼 老和尚连声阻拦道 不要拜,不要拜,地上脏得很 年轻人和老和尚非常熟 他的两个朋友也曾在千佛寺和老和尚朝夕相处过三个月 所以老和尚看到他们来了非常欢喜 平下手中的活和他们聊了起来 老人家对年轻人说道 你们庄上人善根深,学佛人多 是啊,我们庄上差不多家家共佛 老和尚问道 你们庄上多年前住过一个老和尚你记不记得 居士答道 我那时还很小,但是有印象 因为那法师是我奶奶护持的 后来他去白马寺了 老和尚说 那时候我请他去来佛寺 他不愿意 不知道现在还活着没有 听说已经过世了 啥时候不在的 早就不在了 那都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居士说着忍不住笑了起来 心想 那位法师若在世 也该有一百多岁了吧 您以为谁都像您老这么长寿啊 老和尚看着他不解的问 你笑啥呢 居士开玩笑似的对老和尚说 您老是不是以为那慈禧太后还活着呀 老和尚也被他逗得大笑起来 说 我还没有那么糊涂 哎呀 我这是业障重啊 想走 走不了 眼看着老同修们 一个个都走了 救我成老妖精了 年轻的居士 一边掺着老和尚 从树坑中出来 一边说 您老歇一会儿 再给我们讲个故事 好吧 老和尚在一块木头上坐下来 指着旁边的几块木头 招呼大家也坐 其中两人说不想坐 老和尚便对他俩说 不想坐这木头上 屋里有凳子 然后便笑呵呵地说 我给你们讲个佛经里头的公案 可好听了 有一位阿罗汉出去托波 遇到一个漂亮的女鬼 女鬼说要供养罗汉 就把她请到了家里 罗汉一看 这女鬼家中珠光宝气 非常气派 女鬼把供养罗汉的饮食 摆在桌子上 请罗汉用餐 罗汉低下头来 看见桌子的四条腿上 拴着四个饿得皮包骨头的饿鬼 觉得非常好奇 这时女鬼说道 请尊者稍等 弟子有紧要事情 先出去一下 马上就回来 请您慈悲 千万不要施给他们四个食物 女鬼出去了 罗汉自己一边吃 一边纳闷 为什么不让施给他们四个食物呢 四个饿鬼眼巴巴地望着罗汉在那儿吃 也不敢出声 罗汉觉得这样太残忍了 他实在忍不住了 就把食物分了一些 给这四个饿鬼 不料想 这四个饿鬼把食物吃到嘴里 却一个个痛苦地狂叫起来 一个饿鬼的食物到嘴里就变成了自己的肉 一个饿鬼的食物到嘴里就变成了铁丸 一个饿鬼的食物到嘴里就变成了大便 一个饿鬼的食物到嘴里就变成了浓血 罗汉见到这样的场面非常吃惊 那个漂亮女鬼匆匆忙忙地从外边跑进屋里 很痛苦地对罗汉说 我出去之时就曾叮嘱 您千万不可施予他们饮食 您为什么不听呢 难道您比我还爱他们吗 他们是我前世的丈夫 儿子 儿媳和丫鬟哪 罗汉不解地问 这是什么原因呢 女鬼说 我前世供养过一位阿罗汉 我告诉我的丈夫 希望他随喜功德 谁料 他听后反而出言毁谤说 他为什么吃咱们的东西 怎么不去吃他自己的肉 我很伤心 就又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儿子 不料他也出口毁谤说 他怎么不去吃铁丸呢 我更加伤心了 那天正好有亲戚送我些食物 却被我的儿媳妇偷吃了 我去问他 他不承认 还说 吃你的食物 还不如吃大便呢 我回赠亲戚的食物 又被丫鬟在送去的路上偷吃了 我责怪他 他不认错 还说 吃你的食物 还不如吃浓血呢 我心里对他们四个 生起了大嗔恨心 于是发了一个愿 愿我来世 生活在可以看到 他们四人受恶报的地方 所以今生 我做了大力鬼王 若不是这个恶愿 单凭我供养阿罗汉的福德 我今生 就该生刀利天 享受天福 老和尚把故事讲完 笑呵呵地问道 好听不好听啊 年轻的居士 听得寒毛直竖 他转念又想 这老人家 绝对不是糊涂人哪 他原来以为 老和尚只会劳动念佛 不一定懂太深的佛法道理 可是这会儿 他真的佩服老和尚了 老和尚看他在发呆 就接着说 这个故事 就是教人说话 不要严谈口满 能吃过天时 不说过天话 说话口满 招人恨 犯众人误 也不要生坏念头 有坏念头 吃亏的是自己 老和尚说的 严谈口满 是南洋方言里的一句俗语 多是老人们爱用 严谈指言语 尖酸刻薄 口满 指说话狂妄 能吃过天时 不说过天话 也是南洋人的俗语 也是教人 不能太狂妄 女鬼说的随喜 是指随他人修习善音 喜他人得成善果 也就是说 见他人行善 随之心生欢喜 释迦牟尼佛当年 曾经用一个简单的比喻 让一对夫妇 明白了供养布施 获报的意义 释迦牟尼佛 在舍卫城 祁园经社 教化的时候 曾接受过一对夫妇 供养的一波饭 佛陀对他们说 众医收食 众食收百 众百收万 你们 以此一波饭的布施功德 将获得无量的福报 二人怀疑地问道 佛陀 我们凡鱼的人 真的不了解 仅仅一波饭的布施 能有多大的福报呀 佛陀向他们解释道 你见过 尼居陀树吗 一树 茂盛到四五里路之远 每年落下的果实 有数万壶之多 当初尼居陀树的种子 也只是一粒果实 从此 舍未成的人民 对佛陀及比丘们 都更欢喜踊跃地 供养 补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